我們這邊氣氛越來越凝重 劉鎚 要想回家 我都沒有講 我都好涼 你聊天嗎 劉鎚家的答案版 劉鎚家排在倒數第二的是 謝忻 劉鎚家說謝忻 給人一種鳥類的感情 不是 為什麼 是什麼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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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什麼鳥 我也想知道 什麼鳥 就感覺它很容易就是 會很激動 你是覺得它的聲音 令你覺得很吵嗎 也還好 沒有中心 中心儀比較吵 中心儀比較吵 咦 什麼贏好高哦 劉鎚家給排名第八名的是 趙小喬 她說 她很難解釋 可是 趙小喬很容易就會被掠過 跟GG一樣 沒有 我說比較中庸的感覺 我是沒有想到 但她是會把她掠過 那不一樣 OK 點擊不同 然後 劉鎚選的 太酷了啦 劉鎚選的第一名是 蝴蝶 蛤 耶 她說 可愛又反應快 男生或者是大哥都會喜歡的 女生 OK 好 接下來是 林祈薇小姐的答案板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 林祈薇選的最後一名是 小禎 小禎 小禎先有冒火耶 冒火 冒出火焰啦 為什麼為什麼 她說小禎後台太硬了 所以如果合作的話壓力很大 嗯 確實 如果大家懂的話男主持人的老婆 或者是女朋友都會取出 她是那種太美艷的那種 我覺得 林祈薇選的前三名 第三名是 蝴蝶 她說她大小同時 這沒有問題 她選的第二名是 潘慧如 那她寫的理由是 好重劍喔 好多年 前輩 我覺得我的美艷比較好 第一名是 Gigi Gigi 她說她 可下水 可是不能下水 所以她可以玩 可下水嗎 因為我曾經看過 Gigi主持 就是她玩那個下水的節目 你知道多誇張嗎 她那個睫毛啊 已經是黏到那個眉毛上面 你自己有看到那一集吧 男生們就不應該貼睫毛啊 可是男生不貼睫毛 而且她 她每天都可以下水 因為她沒有樂事啊 我有 我是女生 而且呢 就是隔幾天之後 我看她又主持那個時尚節目 她又可以很 Gigi 她寫的是可下水 她就有多元化 也可優雅啦 剛才林祺薇選的最後一名是 小珍嘛 那這個是小珍的答案 她選的最後一名是 林祺薇 原因的 因為她之前不是說 出過外景嗎 然後 其實 我有跟你們出過外景嗎 我覺得外景 她不夠親民啊 她有一個 偶像包袱在 小珍選的 最理想的人選是潘慧如 對 她其中有個理由 她說潘慧如不會搶話 因為我覺得就是 紅花綠葉很重要啦 而且她在大哥旁邊的經驗這麼多 然後她 我覺得她可以當一個很稱職的綠葉 OK 這個是小喬的答案板 小喬選的 第十名是 謝忻 她說她自鎮腔圓 可是沒有什麼想法 對 你們在那邊氣氛是尷尬的嗎 很尷尬 很尷尬 而且她說我後面 我就會被好熱 小喬要把你的本性拿出來 小喬 你是說看到謝忻這個人 整個人就是沒有什麼想法 是一個很空虛的人 小喬講出來啦 不是 就是基本上 我覺得我對她沒什麼想法 可能她經驗不太夠吧 所以我看到她我沒有感覺 所以妳看到謝忻主持的節目 妳可以停留在那邊多久 我不知道她有主持節目其實 她是瓜哥的主持搭檔 我是主持的 我是主持群之一 是嗎 對 其實一兩三點的主持群太多了 對 有可能 所以我可能不是很不知道 對 那個主持群比較龐大 妳現在背部是不是很涼 涼 對 而且我覺得 我現在完全不敢往後看 好硬的感覺 而且謝忻 謝忻整個殺氣啊現在 謝忻都不敢說話 但是我有說妳自身腔圓啊 謝忻妳說說看 妳說說看 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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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其實退路不多 因為妳除了背後涼之外 妳現在右邊也會涼 右邊 這我可以解釋 她選擇倒數對外名是林祺薇 她說 教條 小公主 經不起責備 容易受傷 好嚴厲喔 不是 因為我 這我可以解釋 因為我覺得她看起來就是家教非常好 然後從小就是一個被 中規中矩 就是被規定很好的一個女生 所以她很有可能 妳對她開玩笑她就會哭了 她就會覺得妳傷害我 譬如說 妳好醜喔 她會哭的那一種 我真的被大家誤會很深 我發現 就是覺得 可能她妳的臉吧 就是會覺得說妳沒辦法開玩笑 她講還蠻樂的 怎麼回事了 我剛剛還說妳美艷 所以琪衛如果譬如說搭檔 妳說妳今天妝怎麼那麼老氣 這妳不會生氣嗎 不會 但回家會一直想這個事情 對啊 就表示她真的完全進入玩笑 她在講 我覺得她已經快受不了了 如果搭檔說 那妳現在出來表演在性感熱舞 這種妳是可以接受的嗎 性感熱舞 應該沒辦法 因為不會跳舞 如果什麼講笑話之類的 可能可以吧 妳可以講笑話 有舞嗎 可以啊 那 妳要不要回家 那我全部都看過妳的臉 多好緊張 真的 笑話 現場來一個 真的假的 笑話很冒險 我好緊張 笑話不好講 笑話不好講 就是啊 有一個想要結婚的男孩子 他帶了三個女生去 見他媽媽一塊吃飯 但是要進那個家之前 他跟媽媽說 這當中有一個呢 是我要娶的對象 但是我不告訴你是誰 那等他們吃完飯 你再猜你是誰這樣子 看對不對 結果吃完飯之後呢 那兒子說 你猜出是誰了嗎 然後媽媽說第二個 那兒子說 你怎麼知道 那媽媽說 然後咧 然後咧 他講完 他講完 我聽不懂 我聽不懂 要不要我解釋一下 沒有後續嗎 就是因為他挑的男朋友 就是他媽媽受不了的 對不對 對 一直以來都是這樣 我那個意思是 兒子一定會娶一個媽媽 媽媽受不了的 我知道 可是這是一個人生歷練的經驗分享吧 有什麼好笑 這可以把它歸類為笑話嗎 還是它英文版很好笑 沒有啦 有可能 有可能 我這一句沒有比較好耶 小喬選擇的 他給蝴蝶只有給到第七耶 為什麼 他說 他說 蝴蝶受到聲音的限制 難以主持大型節目 好像是真的吧 就是 我可以慢慢講啊 慢慢講 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 兒童啊 你說歡迎各位貴賓光臨第四十八屆金馬獎 班長店 唉唷 好緊張 歡迎各位貴賓地臨第四十八屆金馬獎 兒童伴 小姐謝謝 兒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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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伴